好 珍贵的会长 晚上好 晚上吉祥 珍贵的各位老师同学 晚上好 晚上吉祥 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复习音标 上一次课我们复习了两个音式的音标 但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音标我们都复习都学的不太透 我今天想把这个音式的这个音我们继续的把它好好的给它学一下 争取我们能掌握住它的发音要领 把这个音给它拿下来 它这个音的发音特点是 它这个音和它这个音式的发音和美式的发音 它的区别特别特别大 它一个方面它这个嘴型方面 还有一个它的这个舌头 我们说这个美式的发音呢 它这个舌头啊是平放在这个这里面的 平放在我们这个口腔里的 但是这个音式的发音 它的这个舌头啊是向后缩的 它的向后缩并且它这个音呢 感觉的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下巴是向下的 待会我们看一下视频 我们自己注意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模仿一下这个音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式的发音 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听一下它这个声音 以及它的这个口型 看一下 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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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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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好 啊 皮特老师 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爱丽丝老师 这个音呢 你好像自己在唱一个美声一样 怎么要唱美声呢 你就是感觉你的舌头 这个口型呢 我们刚刚知道你发啊的时候 这个梅花音的时候呢 是左右 这个嘴巴的左右使劲 对吧 你发哦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个舌头呢 这个嘴唇呢 它是上下开合的 这个音呢 你好像自己在唱一个美声一样 怎么要唱美声呢 你就是感觉你的这个舌头 这个口型呢 我们刚刚知道你发啊的时候 这个梅花音的时候呢 是左右 这个嘴巴的左右使劲 对吧 你发哦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它的哦 就是观察一下 它其实后面它有更清晰一些 它就哦 看一下它的这个嘴型 嘴型是怎么样子 哦 哦 我们再往下看 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舌头呢 这个嘴唇呢 它是上下开合的 哦 非常惭愧 后面有很多东西播不出来啊 嗯 在我的另外一台电脑上可以 但是这台电脑上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它还讲了 讲了很多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就放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爱丽丝老师的 看一下它这个嘴型 嘴型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说我自己在念这个音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老师发出了这个音之后 我就把这个电脑给它暂停 暂停了之后 然后我就仔细的看 它的嘴型是什么样子的 嘴唇的这个形状 大家看到嘴唇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自己就拿这个小镜子摆出这种形状 摆出这种形状 然后呢 非常残酷 因为后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拨不出来 我就来讲解一下 这个爱丽丝老师是怎么说的 嘴型我们是摆成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的其实舌舌头 舌身是上后缩的 舌身上后缩 然后呢 这个声音啊 也是在后面的 待会我来发一下 大家听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还有它的这个下巴 这个下巴 因为它嘴巴是 是向上下 张开的 所以下巴就 感觉就掉下来了 是的 如果是两边的 捏开的 我们这个下巴 肯定是就是向上的 它因为是这种嘴型嘛 你看 因为是这种嘴型 所以下巴是向下的 爱丽丝老师说 就像下巴 把这两块的骨头 就掉下来似的 好 我们大家就是摆好这种嘴型 然后这个声音是怎么样子的呢 声音 舌身 因为每式的发音 它是这个舌身要平放 但是它这个音是的不是 它的舌身是要向后缩的 大家听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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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发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很 就是说我们先把嘴型摆好 然后 我们多听几遍 脑子里就是有那个声音 就是爱丽丝老师念的这个 哦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脑子里有了这个印象之后 我们自己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口腔当中 这个声音 这个口腔整个的声音器官当中 我们来找我们自己的这个音 我们自己的这个音怎么找呢 我自己也是 也是我一贯的做法 就是说 嘴型摆好 然后 这个 找这个音的关键是这个 我自己觉得哈 就是 舌头 我们的舌头 舌头的就是向前伸 上后缩 那个声音发的就不一样 我现在声音呢 我是从后 我把我的舌身那舌头最后锁 从后往前 然后 再从前往后 嗯 我来 就是自己 来念一下 首先我摆好嘴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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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是这样练过来了 最后我发现 就是我最后面倒数第二个音 我觉得我倒数第二个音 是最接近 我不敢说就是跟爱丽丝老师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倒数第二个音 跟爱丽丝老师那个音 我自我感觉是最接近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找的这个音就是他 如果声音如果再靠后的话 就是哦哦哦 然后再向前一点 嘴心不变 舌头就是声音再向前一点 哦哦哦哦 我觉得我找的这个音就是他 哦哦哦 然后呢 我就使劲地在念 哦哦哦 就内心 我就是自己发一个愿 发个什么愿 就是我找的音就是他了 然后我要把它固定住 固定下来 固定在我的这个牲口译当中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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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反复地念 反复地念 反复地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我在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因为听爱丽丝老师说 他的那个音 但是怎么样从我们自身 找到我们自己身上 能发出这个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对我来说 我这个我找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的 我寻找这个音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的 好 好 供应给大家 希望大家 嗯 每个老师同学 都能找到 在自己的这个 嗯 口腔当中 就能都能找到这个音 好 就看他的这个嘴形 就是这个嘴形 首先第一步要摆好 这个嘴形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关键步骤之一 摆好他的嘴形 以后每次发的音 都是嘴形 就是说我们摆好之后 念好之后 以后就是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的 嘴形就变得他 就是就出现这种口腔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把 这幅图画 就是 刻在自己的脑子当中 就是一当我们看着这个音的时候 就音时发音的时候 脑子里就浮现出了这幅画面 这幅画面 什么呢 这个 爱丽丝老师的这个口型就出来了 脑子里就是他的这幅画面 我们的脑子里 当我们脑子出现了这幅画面的时候 我们的嘴形啊 就自然而然的 最后摆到那种位置了 这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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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这样子的 我念这个音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接着再听 我们接着把它再听一下 哦 这个音呢 你好像自己在唱一个每一个 哦 哦 的这个音呢 你好像自己在唱一个美声一样 什么叫唱美声呢 你就是 你感觉你的这个舌头 这个口型呢 我们刚刚知道 你发啊的时候 这个梅花音的时候呢 是 左右 这个 这个嘴巴的左右势劲的吧 你发哦 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个舌头呢 这个嘴唇呢 它是上下开合的 哦 大家仔细的就是说去揣摩一下 就是说 当你仔细揣摩之后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当你仔细的想揣摩这个 爱丽丝老师的这个发音之后 你就会发现 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 他的发这个哦 这个音的时候呀 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最后讲了 说这个哦 就像我们这个唱这个美声发音的 你会感觉到 你会体会到他的这个细微区别 和他前面的几个音 但是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爱丽丝老师 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说 他他的音发的这个音 基本上他的他的音 都是围绕着他的 就是说 他的音这个 哦 哦 哦 都是 都是不变的 基本上都是他这样子 不变的 只是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他说像美音一样 他说 其实那个音呢 是向后了一点 叫哦 哦 哦 就声音有点靠后 因为他说嘛 像发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那种唱歌的念声音一样 所以说 他给他 声音就是 哦 哦 哦 就更加圆润一些 靠后一点 所以说 还有一点 我就觉得 在念这个音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说 我自己的一点点 小体悟 就是说 念音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一定要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内心要发一个愿 发一个愿就是 我一定要把这个音 给他拿下来 比如说 今天我要念这个 音试的这个 哦 这个音的话 我发现 我一定要拿下它 然后呢 因为我们就是 然后呢 就是我们要 尊重 恭敬这个 爱丽丝老师 因为我们现在 学的这个音 就是爱丽丝老师 教育的 我们学的视频也 也都是他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嗯 如果就是说 嗯 愿意的话 就是说 你拜他几下 就你拜三下 或者你拜他几下 然后恭敬 尊重他 然后心里发愿 就是说 我能够 把爱丽丝老师的 这个音 完美的 这个音识发音啊 我全部的 给他承接下来 发 内心发了这个愿 你拜他之后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 安静的环境 最好 就是不受干扰 安静的环境 沉下心来 花个一个小时 或者是两个小时 就对着这个音频 对着这个视频 然后呢 好好的念 好好的念 看他的嘴型 然后看他讲 音的规则 然后呢 就从我们自身当中 来寻找这个音 我 我自己觉得 是这样的 一套程序 好 接下来 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 我把这个读一下 OK 哦 哦 哦 我把这些单词 用这个音式的 尝试着读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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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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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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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哦 哦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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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appealing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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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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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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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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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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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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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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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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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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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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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love north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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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ss or or grass 这个有点还是不太标准 grass,grass,grass 最后一个要好一些 gr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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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ss 哦,哦,哦,gr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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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grass,grass,它就是美式的发音 啊,啊,gr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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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gr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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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正好这个时间也到了 那这个下节课呢 我就希望我们大家 把这个因实的给它复习一下 今天就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就感恩大家 给我前辈的接受 包容 好,中规的会长晚上吉祥 中规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 请问听得到声音吗 看得到屏幕吗 好,好,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家 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当成 在学之前我们先把 上一节课学的内容复习一下 每个单词我们先复习三遍 然后请三位 请三位老师或同学上来读 然后也要把这个句子 也要复习一下读三遍 好,从这个单词开始 鉄切之间 第三声 跳 Bill 空腹 第三声 alie AL Suspension Exp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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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又请大家上麦来 把这三个单词复习一下 请三位 请三位老师或同学 然后顺带把我们这个标题也复习一下 OK 好 又请 帅帅 王老师好 请问能听见我声音吗 听得到你 好 termination termination Suspension expulsion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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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right 哎呀 残废 残废 It's ok, it's ok 没问题 那您还方便吗 可以继续吗 OK OK 好 Never mind 好 下面有请觉醒师兄 Division 3 20号 Termination Termination Suspension Susp... Suspension Suspension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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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请这一句 Division 3 Division 3 Termination Death S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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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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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right Perfect 完美 还是有点打断 惭愧 惭愧 可能还是不熟 但是你后来也记起来了 就量还要再加一下 加量 然后才能更巩固 好 谢谢 谢谢解形师兄 ok next 有请文书师兄 老师好 我来试试读一下 Termination Termination Suspension Suspension Expulsion Expulsion Division 3 Termination Death Suspension and Expulsion Wow you are so great 你读得好好啊 看来都掌握了好熟练啊 谢谢老师的内心叫属于陪伴 惭愧 惭愧 ok 好 刚才摔摔师兄那边 可能不是很方便 好 我看到 久久咖啡豆老师 请墙子来读他 ok 好 墙子 please 阿芬 阿芬您方便吗 方便的话就也请给大家来读一下 然后示范一下 好的好的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 谢谢老师晚上好 我试一下 就是这句话是吧 单词加话 单词是吧 我试一下啊 哇 Wow Wow Version 3, Termination, Death, Suspension, and Expiration. So enjoyable,太动听了,赞叹叹叹,读得好好,阿芬.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三位已经读完了,但是对我看到99咖啡豆老师也打了。 OK,有请99咖啡豆老师。 Good evening. Hello, good evening. Termination, Termination, Suspension, Suspension, Expaction, Expaction. Division 3, Termination, Death, Suspension, and Expaction. Thank you. Wow, so great. 好棒啊,你们都好棒。 好,大家在通过这几位高手的领读之后啊,也相当于复习了一下,也相当于复习了一下,然后就希望大家对这几个单词,还对它的意思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 好,我们今天往下面学新的内容,第19点就是讲终止会员资格,这个其实是会员资格的终止。 好,我改一下。 我们上一大点,我们上一大点讲的是你怎么入会,那这一大点的话,它就是讲你会员资格的终止,在哪一些情况下会发生会员资格的终止。 好,这里面设计了一些生单词,我们先看一下生单词。 好,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Resignation。 我记得,我们前两天才学了这个单词,对不对?前两天这个单词是在哪个地方学的,你们还记得吗?在王老师的课上。 Resignation是哪一部分,我们前面章程哪一部分也提到了这个词? 大家还有印象吗? 没印象? 有人记得吗? 我记得前面王老师,对啊,昨天,对,是昨天,昨天我们还学了这个单词,我也记得。 王老师都请大家上来读。 记得学过很深刻的,那法龙师兄,您记得它是出现在哪儿的吗?在章程里面,哪个部分它出现过? 就现在不是说读。 OK,好,伊丽老师已经把它贴出来了。 就是我们前面学的会员资格宗旨的时候,它是因为 死亡,死亡,死职或其他因素,导致的 会员资格的宗旨,那么你这个会员权益也就没有了,随之消失。 Yeah, right。 好,那这里呢,就相当于又复习了一下。 好,我们来再更读一下这个单词。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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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名词,它是辞职的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昨天还有人读音读这个歌读得很重,然后王老师还纠正了,就说这个歌不用读得那么重。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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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ex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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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tin. 600.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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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呢它有三个词序 第一个是名词 第二个是动词 第三个是形容词 它的动词 动词应该在这里在上面 adress 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性 addressed addressed 是名词和动词 addressed 是形容词 addressed 是形容词 然后我们在本章层当中呢 它是做形容词用的 addressed 我们在本章层当中是 它的词语是这个addressed 然后这里呢我只是把它的动词原型给 贴出来 动词原型是addressed 然后 在本章层当中的形容词 它读addressed うindressed adressed addressed address addressed addressed 好,OK,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在本章层当中 它也是做形容词用的 Post it 它的动词原型呢是Post Post它的动词原型的意思是 贴出通告 或者是布置 然后做形容词是指 有低位的,被通报的 但是在本章层当中 它的意思是被通报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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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ost Post 好,后面那个形容词呢 它是读 Post it Post it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Pos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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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posted address addressed address addressed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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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有请大家把这一页的五个单词都一起来读一下,巩固一下 你们有五个单词 好,有请老师和同学上麦来 复习一下,巩固一下这些单词 好,有请觉醒师兄 好,有请师兄,太厉害了 太有潜力了 我看一下,法龙师兄说 resignation 可以 爆破省力孤独吗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其实我也没有 sorry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 有回音 是有人没关门吗 ok,好 resignation 其实这个歌 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 我 我把他的口型带出来了 但是我没有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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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把它发得很重 resignation 就是带一下 嘴型在那儿 带一下 如果你说不读这个 音的话 就是 resignation 它就变了 它这个音就觉得有点 就读的 就不是这样读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 应该不能省略这个歌 不能省略 不能省略不读 如果你省略不读的话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觉得好像有点别扭 但我也不是很精通 不然等一下 请王老师或者是 音乐老师来 给你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郑师傅说读歌是不停顿 就好读了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嗯 对 确实 OK 好 下面有请 郑师傅 对对老师好 就是 学生发现自己很容易 就是把这个音带出来 就是如果换句的话 resignation 它就很容易读 如果是把它 直接读出来 中间不停顿的话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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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好像读的没那么重了 一下带过去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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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能够对腾修有帮助 那过来读一下 好 好 好 完美 谢谢郑师傅 好 谢谢郑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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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郑师傅 是一样的 嗯 嗯 OK 英力老师贴出来了 思趣爆破 当第一个单词结尾音是爆破音 第一个单词结尾音是爆破音 第一个单词结尾音是爆破音 这个语 OK 您继续说了 词语中间也是可以的 符合理论 那 这里的诗去爆破的话就说 嘴型还是 你这个是完全诗去爆破 还是说我们嘴型要留在那 如果是完 他这里是完全诗去爆破 还是不完全诗去爆破呢 OK 好有请 英力老师 Good evening Daisy 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 我先看看 没事 就是 他这里就说出了 诗去爆破的几个字 就是几个音节啊 就这个音标 几个音标 能够失去爆破 就这几个音标 能够失去爆破 但就是 因为它是 这个方节里面 所以说它是 特别的指代的是 第一个单词 就是在词语词之间 联读的时候 出现这个个的时候 可以失去爆破 就是这个意思 但在词中间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理论 也是可以失去爆破 那所谓的失去爆破 它就是 就是决心师兄所说的 就是嘴型啊 舍位啊 都要做到位 但是生意没有了 再说白一点 你就直接把它时间 停在那里 就好了 比如说 resination 我啥都没 我啥都没 resination 就这个 这种的 把这个时间 就顿一下就好了 因为你嘴唇啊 嘴型在怎么动 人家也感受不到的 因为没有声音出来 别人是听到了嘛 你就是 resination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失去爆破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就是 觉醒师兄所说的 嘴型 和 嘴型和 和那个什么 唇型啊 嘴型啊 舍位啊 都是 都是 你要做到位的话 都做到位 除非人家盯着你嘴看 就都做到位 但声音不出来 或者是你直接的 你心里 心里感受的 他需要一秒钟 你就 停一秒钟就好了 就这种的 这是 失去爆破的一个 操作的理论 然后 然后您刚才问的 这个 不完全爆破 不完全爆破 就是 好像 若有若无的 这种感觉 你就读成 resignation 就这种的 就是 或者是不完全爆破 以及失去爆破 失去爆破 失去爆破 它是包括 完全失去爆破 和不完全 不完全爆破 两种嘛 就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 我说清楚了没有 Yes thank you Hello 英里老师 您 完全说清楚了 我也明白了 然后 那咱们这里 这个resignation 它是 呃 是不是就是 两种 失去 就是失去爆破 里面的两种情况 都可以 就是它的 不完全失去爆破 和完全失去爆破 这个规则 都符合在这个单词里面 它 它其实 其实所有的 失去爆破 就是这 这 这 不 就这几个 这几个 符音音标 遇到这些音标的时候 它在这个单词当中的时候 都可以做这样的处理 然后您喜欢怎么样处理都可以 没有人就是抢自信 它不像是 什么原因符音发错了 这个原因 它不会影响这个 所以说 随您欢喜 您可以完全 你也可以不完全 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在 词的结尾的时候 是有讲究的 如果它在一个词的单词的结尾 那个单词正好是整个句子的结尾的时候 它是不能失去的 失去的话 它就变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OK That's it OK Thank you so much 我是完全明白了 法龙师兄 您现在懂了吗 Hello 法龙师兄 Are you there Are you with us 好明白了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 谢谢 谢谢伊丽老师的 就是很细心的解答 好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 OK 那我们继续 下面就是 好有请帅帅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王老师 听得到吗 听到 好 那我现在读一个 失去爆破的 失去爆破的 re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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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是有一点 我注意一下 re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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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address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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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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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posted yeah great 您第一个读得很好 真的 那两个您都读出来了 这个单词您听一下 再听一下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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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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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address addres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帅帅 ok next one 好有请法龙师兄 因为莫学以前读都没整个 突然加上我歌读起来 感觉特别突然嘲强 今儿试一下按照刚才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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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 reignation address addressed addressed POST, POST, POSTED, POSTED, THANK YOU 很完美啊,那你现在读第一个单词是不是觉得读得很轻松了 对啊,我以前都是这么读的 可能这个歌课在这个句当中 但是一个音节啊,最后就可以这个单词这么烦吧 这算是一个大音节 大音节说歌课可以那种爆破省略 但是呢,你假如这个歌课在这个单词那个开头 比如说great,那肯定不能省略 省略上这个单词,单词就完全变了 因为这单词比音节比较长 可能在一个某个音节的结尾可以这么爆破省略 我学大提王,我学小的这种味道 但是记不了那么轻了 并不是优越专业的 好的,我学法卖,感谢你 谢谢,谢谢法龙师兄您提出来这个好的问题 然后,I think all of us learned 都已经,由于你的问题我们都学到了 更加深刻地学到了 好,OK,下面有请王老师 好,Thank you so much 谢谢王老师 藤士老师,我要今天补充一下,可以吗 好,可以可以,非常欢迎,Welcome 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完全爆破不完全爆破 这个爱丽丝老师那里面有明显的说明 以前我们老师也学过 就是他不要过分地纠结或区分这些小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音是留在那里 还是说不发出来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谁也听不出那个区别 刚刚伊丽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他不需要过多纠结 也就可以了 比如说reignation 到底是把位置空在那里不读 还是说干脆不读都可以 都可以 希望大家能够明确这一点 再一个有两个单程的示意 根据原文我刚刚看了一下 提出一个建议供你参考 最实在这里面 根据上下文的含义 他应该是提出的意思 我个人认为他含义特别多 作动自家 这里应该是提出 post的呢 他的意思应该是 是什么意思啊 是邮寄 邮递的意思 那么他一般的这两个词连在一起 就翻译为寄送 addressed and posted 就是提出来并且寄送 或者是邮递出去的意思 邮递给谁呀 邮递给那个协会 addressed and posted 好 王老师 这个addressed这个意思 我也是有点疑 就是在预习的时候 正好也是有点 有个问题的 addressed它做形容词的时候 提出来 应该是提出来的意思 它做形容词的时候 有提出来的意思吗 它这里不是形容词 这里怎么是 这里不是形容词 这里是动词 它怎么是形容词 不是形容词 是动词 这是动词过去分词 动词的过去分词 它本身是动词 我们开始动词了 post的也是动词 都是动词 变成了过去分词 做定语 当然有形容词性的味道 当然有形容词性的味道 是这样的理解 好 供你参考 好吗 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OK 好 那您说到这里来的 那我也就是讲一下 刚才我在预习的时候 我也是想到 因为这个说会员资格的宗旨 然后它这里面 它的主体部分是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它这里是说 协会的会员资格 可能被终止 然后Buy就是 装语了嘛 就通过哪一些方式被终止 然后首先第一点的话 这是Buy a Notice of Resignation 首先它就是通过你 辞职通知这个方式 就是说你会员 你主动提出辞职的 然后你还发通知 给协会了 然后这是第一种方式 会员资格可以终止 然后我理解的话 就是这个 addressed and posted to the Association 还有 giving personally to the Secretary Or another committee membership 我这里呢就是 理解 我自己理解的就是 它是做形容词性的短语 两个短语 它来对 来对前面这个 A Notice of Resignation 来做补充说明的 所以我当时呢 我在分析的时候 我就一直把这个addressed 当做动词VPP 我一直把它当做形容词来 来理解 但是好像有点说不通 就有点说不通 它是由动词的过去分词 变成的形容词 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离开含义 必须是按照动词去理解 而不是按照形容词去理解 是这样的 我已经说清楚了 公理参考 大家也可以讨论 OK 好的 明白 OK addressed and posted 它是一个词组吗 就是会不会是经常 连在一起用的一个词组 这个我没有把握 这个没有把握 不能随便说的 但是addressed这个词 很常见的 对某某人 表示提出 这些行语很常见的 这个在英语记当经理就有 对某人说什么的 addressed to 还有什么提出来 什么建议 提出什么什么的 我确实是这样的 这里应该就是提出 并且有递给协会 是这样 好 那我就完全明白了 谢谢王老师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三岁三个 三个一空之间 公益参考 OK OK 很 I learned I learned 学到了 谢谢 谢谢王老师 OK 咱们还有四分钟了 咱们还有四分钟了 我们来学一下这一部分 前面这一部分 第十九点 这一页PPT 好 这里呢 是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它是指 会员资格的宗旨 然后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be 这个单词啊 大家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中读 因为它是动词 动词的话 它的中读是terminate 我们这个地方 名字是termination 它的中音节 在后面 nation这里来了 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 大家也注意一下 terminate terminate it by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terminated by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OK 那这一部分呢 它没有什么 生单词 然后生单词 咱们也学过了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termination 和terminate 这两个中音 大家要注意一下 名词的中音 跟动词的中音 在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那么 这一章节 这一页PPT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有请大家上来 读一下 好 OK 有请 啾啾咖啡豆老师 19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完美 好 有请 真是否 老师好 19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hello 那个动词应该什么 terminated yeah right 您可以再读一遍吗 yeah 可以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yeah Grea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所以这个地方确实 我自己之前 我自己之前也会弄错 就之前没有去学 他的 他的那个 动词的读音的话 也是把中音节 弄错了 好 有请觉醒师兄 老师我来试一下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Wow Great 你还特意把那个 动读了一下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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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OK 法龙师兄又有新的体悟 我们来看一下您新体悟是什么 个人读单词发现 词根一般 重音在前面 词根后加上很多字母 单词变长了 重音就靠后 也符合读诵 起来顺畅的规律 OK I agree with you 好 谢谢您的分享 好 下面有请范师傅 好 我等一下 Colamine 重音了 19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yeah great Great 范师傅好流利啊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 OK 下面有请王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流畅的读音 确实 对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 be terminated by thank you Wow so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哎呀好可惜啊 我们时间到了 下面 OK好 下面有请 银春师兄 Hello 银春师兄 您在 在线吗 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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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在内读 呃很卡 对我也 我也 好 好 然後呢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Maybe terminate 他剛剛忘了是讀的那個 Terminate Let it by Terminate by 對很卡很卡可能是網絡不太好 好的好的那正好呢咱們今天的 學習時間也到了好 我就不再用大家背诵時間 但是今天這一部分 我相信大家應該背的下來 然後剛才英烈的老師他也有 把這個address的動詞形式 他也有貼出一些例句來 那如果英烈老師方便的話 就有請英烈的老師再給我們 在背誦的時間再把這個 單詞的 在本章程當中的意思給鞏固一下 好謝謝 謝謝大家的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see you next week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祝大家 開說